大家好,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是12月5号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两场球 第一场摩洛哥和西班牙 摩洛哥的赔率 主胜6块8毛4 平局3块9毛2 主腹1块5毛4 受一球 8毛9 对9毛1 西班牙放摩洛哥一球 有50%的人认为摩洛哥会赢 则有6%的人认为平局 44%的人认为西班牙会赢 他们以前的网纪只有一场平局 一平 这是大致的基本数据 从我的手上的挂项来看 这场球打主腹 首选 主腹 保守一些防一个平 打西班牙 主腹 保守一些 防个平 是1比2 和1比3 这场球啊 有冷门的可能 我这个是正路 有冷门的可能 假如你买彩票的话 要买30 就是要买胜 要买胜负 两头走 跑两头 首选是西班牙赢 1比2和1比3 如果买彩票 那就要跑两头 这场球有 暴冷的可能 希望大家 在选择这场球 下注的时候 要小心 你觉得这场球 没把握 你可以不下 你觉得没把握的 可以不下 没有必要 每一场球都要打 没必要 与其去输钱 还不如不下 我这里是这样讲的 首选是主腹 保守一些 防一个平局 1比2 或者是1比3 如果买 做球彩票 做彩 那就打30 胜负一起下 这场球 有冷门的可能 这是 摩洛哥和西班牙 下面尝试葡萄牙和瑞士 主胜1块8毛8 平局3块4毛2 主腹是4块4毛3 放半球 其实这个半球的盘口 真的很难打 不上不下的很难打 76%的人认为是葡萄牙赢 4%的平局认为 21%的认为瑞士赢 其实瑞士这个 做球队不错的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是葡萄牙 放瑞士半球 他们的网戒 是6场 三胜三负 葡萄牙还 占不到便宜 打了6场球 每 每架 各赢3场 所以说 从数据上面来看 那样比较均等 但是 明后天 淘汰赛的时候 放半球 那么也有可能 是庄稼 在做盘 做局 这个半球的盘 真的是很难打 我最喜欢打的 那就是平手盘 平手盘好啊 打不赢 平了 你也不输 我也不输 赢了 我拿钱走了 多好 这个半球的盘 他就是却胜负的 不是你赢我 就是我赢你 看对了 没问题 在放半球 我1比0赢你 够了 看对了 没问题 看错了呢 他1比0赢我呢 是吧 他没有平局的 所以半球盘 并不好看 所以我 最讨厌这个半球盘 很难把握 很难拿捏 从这个挂上面来看 首选还是平局 这场球的平局 可能性很大 虽然他们之间 往届没有平局 不代表这一场球 不平局 首选是平局 但是主胜不能丢 平局是1比1和2比2 平局最有可能的 那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0比0 1比1 2比2 3比3的 那就很少了 什么4比4 5比5的 基本上太少了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1比1和2比2 在主胜不能丢 两场球里面 西班牙和葡萄牙里面 里面 我觉得葡萄牙 的把握性 还比西班牙大一点点 我觉得啊 大一点点 这场球有暴冷的可能 这场球相对来说 要防一个平 主胜不能丢 啊 这场球打主彩的话 3腰 3腰 啊 3腰 就基本上够了 不是说类似没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挂上面来看 我觉得 葡萄牙在这一边 可能性更大一点 跑两边嘛 要么跑这一边 要么跑这一边 要么就是圣平这一边 要么就是复平这一边 我看中的是圣平这一边 所以 最后大家自己把握 我从这个挂上面 挂向来看 是圣平的 平胜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 啊 啊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啊 我看中了